Practice 5.12 So please stop this video for a while and try to do 1A and 2A yourself 1A和2A應該難理不到的 都是承拆動抽取 但是它不需要承,因為它沒有墳墓 一開始就承拆,接著就動 不需要抽取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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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我就可以由這裡開始做起 我只做動和除就完成了 不用再拆多一次 接著我們就去到部分B 部分B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我們一起做吧 部分B的題目是說 如果N是增加3的話 想問問你M的改變是多少 我們試一試算吧 新的M 就是這樣 N是增加3 舊的 這個是舊的 原本那個 現在它說N是增加3 所以這個位置就代回N加3 我們就想看它有什麼改變 所以我們就把新的M 減掉舊的M 我們可以約走了 我們可以約走了 一樣的Term 得出來的答案是 positive 5 positive的意思就是 indicate increased 就是increased by 5 升了5 原來 N會升3 M會升5 我們就完成了1B 2B 2B也是很相似的 請你可以停止這個影片 試一下自己做 跟剛才提的做法是一樣的 OK 將新的N 選走了舊的N 然後看看 約走了 那些Term 算到答案是 negative 3 negative 就indicate 是decreased by 3 這個影片就到這裏